不同国家之间的风土人情和饮食文化成就了各国的特色 正因为如此,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才会越来越密切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国外旅游 就是为了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风情 与其他的国家相比 可能印度在很多人的眼中都属于特别奇葩的国家 当地人的很多言行举止都让大家觉得无法接受 比如今天要介绍的这种被印度人视为真品的牛粪饼 一盒居然能够卖到30元,真是让人大跌眼睛 大家都知道,在印度人的心目中,牛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动物 所以印度人绝对不会吃牛肉,而且把牛奉为神物 连带着牛粪都深受追捧 在印度人看来,牛粪可以起伏,帮人摆脱疾病 所以每逢印度祭祀节日 大家都会用互相丢牛粪的方式祝愿对方 而且夫人还会专门将这些牛粪饼贴在外面的墙上 牛粪越多,意味着家大业大,身份越尊贵 如果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宣传牛粪的神奇力量也就罢了 没想到,他们居然将牛粪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小吃 比如咖喱牛粪饼,核桃巧克力牛粪饼,五香牛粪饼等等 就连外来的游客都被这样的牛粪饼所吸引 不少人抱着猎奇的心态,想品尝一口牛粪饼究竟是什么味道 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 尽管牛粪饼价格高达30元一盒 却依然能够卖到脱销,让印度商贩赚了个盆满钵满 看到这样的结果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我,关注我